不要再說了 先生 你說什麼? 麻煩你快點斜吧 大家好 我是Irene 歡迎回到香港 新加坡大不同的主題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關於出外用餐文化 到底在香港和新加坡有什麼分別 都因為Travel Bubble 現遞了 我想它還是可能有機會或者會實行 但到時真的去到香港 或者來到新加坡旅行的時候 不會那麼多驚喜 事不宜遲 開始 在新加坡這裡的辣真的非常多元 而且幾乎每一個新加坡人 在每一個新加坡餐廳裡吃東西 都會問 不好意思 請問他給我幾個小辣椒 這個情況是每一天 是每一天 每天在每一個餐館都會發生的 但是在香港的話 就絕對是不一樣了 可能你這樣問就會有一點奇怪了 有一點點奇怪 因為你知道在香港的辣 我想對新加坡人來說 都是哎 不要再說了 那如果你是在茶餐廳 或者不少的香港餐館裡面 你會跟他說 不好意思 我請了辣椒 我想最常你會得到 就是一碟辣椒醬 就是橙色一瓶倒出來的那種 我想對新加坡人來說 你都不會覺得是辣 根本 就是這樣不算是辣椒 而另一樣你可能會拿到的 就是茶餐廳的那一款港式辣椒油 就是他應該有一個鐵的銀色罐仔給你自己塗 又有些辣椒紙 然後很多油的那一罐 那我想通常你會得到的兩個答覆 如果你真的很想問他 麻煩潛溫要不要有 辣椒 那我想他會覺得 先生有什麼啊 應該就是不會給到你想要的東西 在新加坡 如果你去一些熟食中心 或者是Cobidium那裡去廁所的時候 某些是要付錢的 大約是一毫子或者兩毫子波子 就會有個Auntie或者Uncle 在廁所門口收你一毫子或者兩毫子 才給你進去 而在香港是沒有這回事的 熟食中心或者是餐廳 或者是shopping mall 你去廁所都是不用付錢的 不過一樣東西 我要提醒不少的食股 熟食中心又或者是餐廳 他們都有機會不讓你用廁所 廁所是不會提供給食客用的 這裏沒有廁所 你去廁所的話 你可以去上廁所唱歌歌 你要有心理準備 沒有廁所用 在新加坡 由於這裡有很多不同種族 不同宗教信仰的人 所以你在一些熟食中心吃東西的時候 你有時都會看到一些 餐具是特別的 通常是綠色的 那些就是下拉專用的餐具 不可以吃一些非下拉的食物 下拉的餐具 都是要和下拉的餐具一起洗一齊放的 下拉的餐具 都是要和下拉的餐具一起洗一齊放的 而在香港沒有這個限制 點吃就點吃 在新加坡 這裡的food court 或者是copydium 裡面店舖的格式 或者店舖的種類 其實我覺得都蠻標準的 普通HDB 樓下都不外乎會有菜飯店 然後會有支飯店 接著會有一個 Indian 或者是Malay Food的餐廳 一個私餐 一個是賣飲品 drinks的地方 如果是大一點的copydium 那就可能有其他多些不同種類 例如是Bachomia 還有什麼紫茶 都會有的 Coffee Shop的話是沒有冷氣的 然後如果是food court 類型 就在商場裡面就會有冷氣 當然 食物價錢方面 有冷氣的就貴一點 沒有冷氣的就便宜一點 而在香港 熟食中心 我們叫food court 或者food center 通常可能會在市政大廈裡面 在街市的樓上或者樓下 在熟食中心裡面 是沒有standard種類的店舖 其實見到可能是有大排檔 小餐室冰廳 泰國食物 有些是賣粥 腸粉油炸鬼 這個是在不同的熟食中心裡面 就會有不同的食物賣 有些可能還有日本食物 韓國食物都會有 但我見到不是太standard 大排檔一定在每一個熟食中心裡面都會見到 那就不一定 而在香港一些沒有冷氣的熟食中心 我們通常會叫它做冬菇蹄 這個在香港好像也不是剩下很多個 又或者是鐵皮雜的那一種 大排檔 沒有冷氣的那一種 那一種通常是比較地道風味一些 還有 我自己就覺得好吃一些 在新加坡的熟食中心 Coppy Dm Coppy Shop 或者Food Court裡面 都總有一檔是賣飲品 即是它是專門負責賣 水呀 奶茶咖啡 啤酒 等等等等的drinks 而在其他的檔 通常都不會提供任何的飲料 而在香港就不一樣了 在熟食中心裡面 好像每一個檔攤 它都會有自己的set 或者自己的飲品 譬如你在茶餐廳那一檔 它就會提供奶茶咖啡這些東西給你喝 然後另一個譬如是竹譜的話 可能就會有豆漿 如果是大排檔 就會有可樂 汽水 或者湯 它們會跟著給你 可能要你加一兩元 或者是包著的給你 那這個就是我見到香港和新加坡 在Food Court上面不一樣的地方 在新加坡 如果你在peat hour 即是在lunch time 或者dinner time 你去吃飯 尤其是去大排檔 或者茶餐廳 小一點的餐廳裡面吃的話 你就要留意 可能你會被人趕走 你可能遇到的情況 就是你正在吃的時候 那個侍應有機會跟你說 小姐先生 外面有很多人 可能要快一點點 都沒吃完 當你吃最後一口 最後一口 那個視影就走過來 立即幫你收好全部的東西 跟你說 張單多少錢 或者他放下張單 或者指一下張單 其實都是想告訴你 快點走 麻煩你快點走 外面有很多人 你看到嗎 直接 在你吃完東西 喝完東西的時候 跟你說 小姐先生 不好意思 外面有很多人排隊 其實他心裡的那句就是 麻煩你快點斜 快點斜 這也是你可能會在 Pick Hour的時候 遇到的情況 在新加坡 其實我都沒試過 被人趕或叫他買單 除非他是一個 有限時吃的餐廳 他就會跟我說 你已經是最後餐廳了 你最後是大約吃到幾點 就要離開了 在熟食中心 假設是Pick Hour 你就會看到有些人 站在你旁邊等位 但正常他都不會催你 他就在你旁邊等 在新加坡 我真的在餐廳裡 從未試過被要求搭桌 即是我們兩個人吃 都可以坐兩個人的桌 或者四個人的桌 甚至是六個人的桌 都可以 如果不是太多人的話 如果你在香港 真的不好意思 不夠位 你兩個人 兩個人的桌 如果你在四個人吃 都是兩個人的桌 如果你在六個人吃 不好意思 你都是坐兩個人的桌 那是一個 我不會說是很奇怪的情況 所以如果你在Pick Hour的時候 去到一些比較小的餐廳吃飯 視影可能會跟你說 先生、小姐 你介不介意搭桌 然後你很逼逼逼逼的跟其他一起吃 不過這個情況 我不知道現在還有 Covid social distancing 是不是適用 但如果你之前有去過香港 你又記得的話 我相信你自己也有遇過這個情況 在新加坡餐廳裡吃飯 除了有10%的service charge之外 還有7%的goods and services tax 如果你去一個餐廳吃飯 你要再給多 差不多五分之一的價錢 在香港吃 通常餐廳只會加10%服務費 加1 如果你在新加坡人來到香港的餐廳吃飯 你應該會覺得 那個service charge不是很貴 因為你在新加坡加17% 但是你在新加坡 我只是加10% 好 這段影片就到這裡了 我想其實在新加坡 很多人都已經去過香港玩 甚至是不止一次 而沒有去過的人 可能都是看電視的時候 會知道大部份 香港和新加坡在用餐文化上不一樣 不過今次這段影片 我就是希望將它總括而言 去告訴你 大致上是有什麼分別 讓你可以重新一下你的記憶 如果Travel Bubble成行的時候 你真的去的話 也不會有這麼大的cultural shock 叫做給我一個心理準備 OK 看完你應該 準備好了吧 希望Travel Bubble可以快點成行 然後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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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